范冰冰日前被傳媒踢爆 指她在今個月十號 和男友李臣現身台灣 不過就不是來旅行 而是去了一間醫學美容診所變臉 還在裡面留了七小時那麼久 當時在場的李臣眼見被斷正 還當場發懶 前晚范冰冰就在微博為自己解話 指自己在台灣休假找朋友到處吃 還戴頭盔說自己 給朋友介紹去做一項科技美容新技能 名為雷射結膚 可以令膚色更均勻 還在微博帶上用後的效果 其實她也不是第一次去台灣做療程 在六月的時候 也被拍到去同一間醫學美容診所 離開診所的時候更敷著面膜 時隔兩個月再倒回來 看來她對這間診所相當滿意